首播的这个副市长名单是有检调人员出任 然后大外界认为这个是不是跟您这个官司产生有关 是不是之后也可能会在这上针对前朝来做查币的动作 确实这几天我自己有看到一些 不管是新闻或者是社群的讨论 大家对于说新竹市副市长人选 在我还没有公布之前 其实有相当多的建议的人选 包含像是黄国昌前委员 那我当时在看到这些新闻讨论的时候 老实说我已经跟蔡丽清检察官 其实已经有谈到一定的默契了 所以我当时在看到这些新闻讨论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这样公布之后 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在做这件事情 当时我确实在副市长的人选征询上面 我征询的相当多 有包含学者的部分 也有包含像是前任市府的一些公务人员体系的 那也包含了像各位有提到过的一些 可能在台面上大家有讨论过的一些潜在人选 其实我都思考过 但是在谈完之后我发现 其实回归到为什么高宏安今天可以在新竹市 有这么样的一个高票的一个状况 来当选新竹市长 我想有许多的新竹市民 对于新竹市的公共工程 确实是有相当多的疑虑 我想这个疑虑 当然有些人会以这个弊案的角度去出发 去看待 这些问题我想不见得说一定是逼案 但是我相信缺失肯定是有的 所以在这里面 把我的这个副市长人选的时候 我确实看到了蔡简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我确实会希望说用debug的心情 未来的不管是市政的施作上 或者是公共建设的这些 SOP也好 整个厂商的一个选择的标准也好 怎么样让它可以建立好更好的制度 来让新竹市民的预算可以用在刀口上 这次这个选用蔡检察官来当副市长 那会大家会刚好提到说 是不是有新竹棒球场的争议 还是说有您自己的官司的考量呢 对于这个蔡检的部分的任用 是否跟自己的官司有关 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一个 不管是说有检察官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其实他本身 在法治教育上面 他是所谓T1的顾问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有法治的人才 在新竹市政府 我相信未来可以对于我们的 不管是依法行政或公共工程上 绝对是可以起到一个很棒的作用 因为包括你的人选 很多都是从像是杨文科县长那边借奖 或卢秀苑市长这批奖 或者像之前许名才前市长来借奖 是不是有点象征 这个蓝白河的意味 尤其这个贵党的主席之后 要从这个新竹做起家的话 那2024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蓝白河的迹象呢 首先我先讲一下 其实我们的秘书长 基本上蓝白绿都担任过 这台湾就这几个党 你怎么选来选去 大概如果是在公务经验 公务人员上面 大概他可能很多任都服务过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并不是说所谓的 故意要去做什么蓝白河 或什么都没有 其实说真的就是 每一个位置 应该放什么样的局处首长 我们是以他的专业 和他的经验来做考量